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证件齐全 没喝酒 保险公司肯定给赔 但是保险公司也不傻 今年给你赔的钱 明年都要从你的宝费上赚回来 我们来算一笔账 根据中保协的规定 假如你是一个刚上路的新手 理论上每一次有则出险 都会让你第二年的保险支出增加这么多 如果赔付额度超过这个数 肯定是走保险更划算 但假如你是一个开车稳妥 几年没出过险的老司机 一旦出险 第二年的保费最多可能上付这么多 如果你在北京或者厦门 可能比这个还多 所以几年没出过险的老司机们 打电话之前得好好掂量一下 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撕秒呢 一 没伤人 二 双方正照齐全 三 双方没喝酒 没嗑药 神智清醒 四 双方全则清晰 达成共识 五 自己算一下保险是不是问何算 如果都没问题就可以拍照取证 挪车交钱了 最后来总结一下 为了大家省事 不会交通天躲 撕秒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但是如果有人受伤 或者双方全则不明 记住 别撕秒 更不别打架 赶紧打电话 呼唤警察叔叔帮你做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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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